枪枪三人行 诶 又听啊 这个我们节目啊 这个很多时候我讲的话是不负责的 因为是有幕后的人 你像这个今天呢 我们这个导演啊 就一定要让我用一个段子来做开头 我呢不想说 但是他非要我说 那么我想我就念一下 说 念了啊 有网友问 如果张博之 谢霆锋离婚了 我们还要不要相信爱情 纠结啊 不过如果张博之离婚后和陈冠希复合 谢霆锋再跟王妃结婚 李亚鹏最后跟周迅在一起的话 我想我还是相信爱情的 很好 我觉得这个段子 也讲出了一个事实 我们不排除这个可能 在美国好莱坞 有一句不太好听的话 这叫好莱坞的 好莱坞 这是好了 好莱坞 好莱坞 很经典啊 好莱坞 他就是忽悠的 好莱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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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那个所有人啊 都有关系嘛 只要你慢慢去找 你又说出一句经典 不 这是他们说的 他们说算过拉边 在那边从事电影工作 在电影产业工作的人 比方说有15万人啊 基本上你可以算得出来 到最后没有关系的男女 大概只有五六百人啊 其他的都是 全部都是表兄弟姐妹 全部串联起来的 所以反正不排除这个可能吧 就等于是说前一两个礼拜 两三个礼拜 我们也看着谢霆锋 跟他太太 觉得非常恩爱嘛 做人要发出现了这么 这么快乐的新闻呢 提供所有的华人观众来 每天来讨论 这个又停 你有资格发表一下 对 刚刚刚说 他怎样才会相信爱情 我今天在微博上也看到 有人说如果他们两 如果他们两个真的是 很不幸离婚了 他才会开始相信爱情 因为爱情就是应该要如此现实 之前的他们太完美了 太像童话里了 太不切实际了 所以我觉得也就是因为 他们塑造成非常完美的形象 所以这些记者们啊 或者是说旁边的一般人们 我们现在是公民狗仔嘛 大家每个人都希望我在街上 就看到他们两个有问题 我就觉得 大家就觉得 我不好 你也别好 所以有这种心态 所以今天才会有这种 什么飞机像那种 头等船的事情爆料出来 我这几天 真的有一种这个挫败感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尽管我仍然认为 狗仔队是下三浪 可是我现在发现 我自个儿也下三浪 就是我不都不屈服了 你知道吗 哎呀 这个东西 我从第一个字 看到最后一个字 我过去按说是 我现在真的能理解 边看边骂 就是这种心理 我一边看 我觉得这帮狗仔队 他不是东西 我下三浪 可是为什么 我从第一个字 看到一样 就一点 每个细节都把握 都错过 我就觉得 我这个人格分裂了 你知道吗 你觉得狗仔队 下三浪在什么地方 首先说 爆出什么头等舱 他们拍照 陈冠希 他们拍照 这个不是狗仔队爆的 对对 我说的是这种狗仔的行为 这种文化的 对 这种狗仔行为 因为你坦白讲 你完全没想到后果是怎么样 当然我们做什么事 假如都想到后果的话 可能什么事都做不了 可是我这件事情 我后来回想说 你看 这个明明好像是不错的 经过前几年的一番的风浪 大风大浪之后 后来因为拍一张照片 而且可能是在头等舱 我不晓得是谁爆出来的 可能一个巴公 或者说巴婆看到 回家上个网 我说跟他朋友讲 朋友跟朋友讲 朋友跟朋友讲 变成这个 可能一段 可能白头偕老的婚姻 就这样没了 然后两个小孩 我不确定他们看得开 看不开 可能也看不开 小孩也会心理受到影响 性格受到影响 人格受到影响 到最后可能就产生了 很多悲剧 可能只不过因为 一个人的八卦 在头等舱偷看了人家 坦白讲 你不确定他们拍照的时候 讲了什么话 可能张伯基跟陈先生说 我告诉你 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你了 不过照我还是要拍的 这样可能是这样 我有一次 在香港的火车上 我跟一个女孩子 一起坐火车 坐在一起 我就觉得 她能到一个什么行为 对面有一个女的 实际我家伙极为灵敏 对吗 我眼睛的余光就看见她 她就拿起手机来 她要拍 她要拍 但是她也怕我注意到她 她假装自己看 然后呢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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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过来 你知道吗 到最后我就一直看着她 就正正的 她看着我 按下快门 然后正好 我就一直看着她 她也敢按下快门 不是 她按下之后呢 正好到站了 藏一下 她可能都没到 没该到这 但是藏一下就走了 我就说这种窥视 她是可以到这个 毫不礼貌 而且也不会征求你 同意这种程度的 我在台湾也被跟过 那时候还在当主播 就是在台湾当主播的时候 我那时候跟当时的男朋友 去逛个街 然后那个人呢 你就可以发觉呢 她一直靠着 一小女神 那就像你说的 她那个照相机呢 是放在她的这个 这一边 然后呢 她就会利用 就在你旁边 她就一直不停的 就是 她在看着 她的快门 是不停的在按 你看 她不管 她就是 而且现在用录影的 她已经不用快门了 快门太慢 她直接用录影的方式 回去再用截图 这样的动作才流畅 然后呢 才可以知道整个形象 所以现在已经 这个啊 这种已经算是幸运了 比方说她偷拍你 你真的在那边被偷拍 可能你没做什么坏事 她也偷拍你 我们经常最讨厌 是碰到说 她真的不是偷拍你 她是看到你 也连后呢 就上网来讲 她也没把话讲清楚 比方说 我曾经有一阵子 回家 家辉的这个夫妻俩 闹过一次 家辩 就是 就可以分享一下 没有 家辩 这个 你说那一次家辩 我闹太多了 我忘了 没有 这一次蛮无厘头的 所以我一点都不会心虚 因为了 就是回家 看到我太太 脸色 凝重 不太好 我听的是 凝乱 脸色 凝乱 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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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一广东台的那个节目做多了 这还是广东话比较深 广东有广东话台了 大家 香港台 香港 香港台 去收看 反正我就问什么事 他就问说 是不是今天去了什么 时中酒店 说我去了酒店 我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怎么会 没有啊 当然是没有 然后他说 就是上网看到 就看到有人这样写 在一家酒店的门口 看到马家辉这样子 就是 然后就写了一堆 那我想起 我当天好像是经过那个地方 可是他当然不写前言后语 就是说 把那个片段写出来 在酒店那边 而且还没有是我五官表情 他好像充满了亢奋的心情 经过时中酒店 那这样就引起你 整个家庭的不愉快 我觉得就不负责任 所以这个明星话题的这个作用 其实是提供全民的话题 像你说的这种吧 对于明星来说 我觉得眼下 今天这时代是躲不过去了 刚才你就讲这个什么好莱坞 我最近 我教你普通话 好莱坞 我为什么最近也准备下散烂了呢 因为我那天看了一本书 就是叫什么电影手册 就研究这个好莱坞的这个明星现象 然后我就发现 我们都老土了 就是说 谢霆锋 张伯芝 你们入了这个圈子 照美国好莱坞的来讲 它就是一种明星体制 这种明星体制 实际是一种社会系统工程 包含了明星的私生活 一切都是 大家公共议论的这个话题 像什么玛丽联盟路 这种 这个这个就脚不清楚的这种关系 但是我要说的是 明星也许避不了 但是这种类似的这种行为 在私人生活 一般人的生活当中 这种人最坏 是 太坏了 在哪看见人家老公 或者人家老婆 跟谁谁在一起 讲实在话 你像我们朋友 比如说我要看到家伙 我肯定不会说的 男人护男人 但是你看到你好朋友 就是他的老婆 或者他老公在外面 可能真的有第三者 你真不讲 你真不讲吗 他是你好朋友 可是他的第一拜背叛他 你真不讲 我不会讲的 为什么 因为我这么说 咱即便从最正义的角度讲 这种事情 最终他只包不住火 你明白吗 让他们夫妻俩 自己去走到结局 对吗 自己去发生问题 最讨厌的是别人 你比如说 我认为谢听风和张博之的关系 实际上不管怎么发展 他已经不可能不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 你想换了你 你能自然吗 整天报纸电视 说着两人口子回了家 他怎么聊这事啊 你知道吗 这个生活当中 也有些女的 也有些男的 现在口德更坏 你知道吗 看见人家这个 就来说 我觉得他今天怎么这么讨厌呢 没有 这种情况 你说发生在 你刚刚说的那种 被每个人报纸报道讨论 当然压力很大 坦白讲 这私人 我们普通老百姓一样 你可能 比方说碰到谁谁谁 跟女生吃饭 你假如不知道了 他可能就是那一两天的 意乱情迷 可能就过去了 他婚姻还是没事 白头偕老 当你告诉了他老婆的时候 他老婆知道之后 他下不了台啊 怎么办 我的朋友知道 我下不了 没面子的时候 后果就来了 可能一段明明很好的婚姻 结果就没有了 结果就改嫁了 没头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来说是非者 便是是非人 哎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也挺适合 哎 有几张照片啊 咱们可以看看 都有点象征意义啊 哎 你瞧 英国威廉王子的大婚呢 人家大方 这个女方新娘 新郎啊 请的是三位前任女友 是吧 来出席自己的婚礼 你看这英国人是吧 哎 你看长得像谁啊 三个是不同的type 哎 我发现这仨长得像三个演电影 这仨 Sex in the city 你再看下一个 你看 女方新娘 也请 前男友拿这是新娘 给他的请 请检啊 参加自己的这个婚礼 所以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 张伯居跟陈凯兴 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当然你可能第一个想象是说 哎 这女生怎么没想那么多 你都没想 谢霆锋怎么想嘛 然后当然就骂声一片 人就说女生不检点啊 都很难听的话都出来 后来我想一下 我说你说女生在这个 面对前男友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 心胸一直都是 如果你真的爱过啊 你这心胸真的是很宽大的 不管他对你做过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原谅他 你不觉得吗 你想想看可以跟他 主动换位置到一起拍照 这需要多大的一个 表示他心里面 已经完全没有那个 我们外界觉得 对他的恨 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对前男友是很包容 照理说也是应该对公众 是一个好的示范 表示说你对于你过往的情感 你应该有一定的包容度 跟他们的相处 你应该是要比较乐 就是比较 不要一直有这种阴影 在你的这个心里面的 对你说这个 我就想起来 咱都是下三滥 揣测 首先这个事 是不是真有 我们也不知道 对吧 我今天 现在陈冠心说有啊 陈冠心说有 照片在张伯之的手机里 我们真拍了照 他就是因为他承认了 所以这件事情 就更加有真实性 反正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看这所有的八卦报道 我唯一的理由 都是爱护创作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这个领域啊 是我们第一的创意产业 或真正版的 或真下值的 我是照着保护创作的角度 来爱护去些 报道 我就说啊 首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咱就以讹论讹啊 假想生活中 会不会有这样一种现象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 大方演过头了 你比方说啊 比方说这个一个一个女的 碰见这个前男友了 是 他第一反应是 哎呦 别说话 躲着 可是后来心里一想呢 哎 我明明心里没有什么鬼 我要是偏偏这样啊 才显得我在乎他 才显得我介意他 这样更对不起我老公 我偏要显得 我很度量大 没什么 这事过去了 这事在我心里是丝毫不留痕迹 哎 那么我就偏要显得淡 但是呢 有点 有点作过头了 作过头了 就热情有点过度 有没有这么一种理解呢 他 你要看每个人的性格嘛 比方说张伯之 我们看到那个性格 真的非常刚烈 我们看到当初几个参与 这个不参与啊 发生牵涉到这个事情的女明星啊 好像是他最早出来来面对访问 接受访问 侃侃而谈一个钟头 两个钟头 他就是这样嘛 当他当天来接受访问的时候 在电视镜头面前哭了 骂了 讲了之后 可能就像文涛说的 把这事情放下来了嘛 而且我发生这件事 我还跟朋友说 假如我是张伯之 发生这件事回去 怎么样来跟谢霆锋讲呢 就引用曼德拉的南非啊 曼德拉的说话嘛 别忘记曼德拉被关了几年啊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7年 关了27年之后 后来他当上南非总统 他做什么 他的当上总统那一天 他邀请很多嘉宾贵宾来嘛 他邀请了当年27年来 在监牢里面来看管他的 列带他的三个白人守卫 来他的这个典礼 曼德拉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 我知道从我被放开来那一天啊 27年 关了27年 他们把我放出监狱那一天 在我踏出大门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一定要把这个仇恨放下来 不然的话 他们没有把我放出脑里 我还是自己把自己关在脑里 那张伯濟可以这样说嘛 从我那一天我就知道 我一定要把姓陈的这个家伙的事情 放下来 不然的话 我永远被拍照 永远被人家被这个阴影 关注 可以吗 可以这样讲吗 你可以这么讲吗 可以啊 所以我就觉得他这应该是一个好的示范 但我没有想到碰到这样子的一个社会 大家在一个发酵过程之后 女的被骂了 而且是被骂得很难听 所以显然在男女关系里面 女生一直比较弱势 我总觉得他绝对不可以 如果我们就明星的效应来看 就是演示到我们自己的生活 他绝对不可以重新出墙 像之前一能进也是 你牵了一个人的手 你怎么知道他老公 他们两个本来的夫妻关系如何 或他跟那男的夫妻 但因为女生先红性 被人家认为先红性出墙的时候 照片可能先出来的时候 你就变重使之地 你就不得翻身 男生 哎呀男人嘛 花天酒地 男人都会犯 男人都会做的错啊 不是成龙大哥也这样讲 他现在一帆风顺 是吧 我们给予男人一个他的空间 但是女人没有这个空间 我们不行 既然有老公那么爱你 你还想要怎么样 你还想要跟前男友复合吗 你还想跟他照一张照片吗 No 你就是要当贤妻良母 你就是应该维持你 女生该有一个好老婆的形象 这样有太很严格 非常严格我觉得 这个背后啊 实际都是隐藏着一些土鳖的想法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哎就是我就不明白哈 你像我这么一个高雅的 为什么我对这个事情 这么样的爱看呢 你说为什么 太贴近生活了吧 是吗 还是说他在里面高潮叠起 什么剧情都有了 就他不是只有 如果我跟你讲 如果他们继续下去 就是像他们从今上讲之后 一直都是如此爱他 如此爱他 如此爱他 你再看一年就无聊了 也没什么好险 他们就是很爱 谁知道 就在我们觉得 他们应该很爱的时候 要离婚了 这个落差太大 我开头读出来的问题 让我有一次想起又停 就你看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他们离婚了 我们还要不要相信爱情 这个其问题啊 就非常的荒诞 你知道吗 就像你那天说的一样 你记得有一次 你咱做节目 你做这儿 你说啊 我看见这个郑秀文和许志安 复合了 我觉得我们这些圣女啊 什么有希望 我当时我就问你 我说郑秀文有救了 你怎么就有救了 就是这有什么 为什么你看他有一个寄托 我就说是我 我那时候也是解释嘛 这是我的寄托 我觉得那是可以让你看到一些 你希望做到的事情 它变成可能 它已经变成事实的时候 你就觉得那还有希望吗 就像你找一个人 你是我的模范 我看到你成功了 我就觉得 不是 这是什么 什么犯呢 我照你的方式 我在凤凰 因为有机会 就有一天主持一个 小心 常常识人形 想未及 你看这个女人 多未 女人总不把私生活问题 聊到工作上面去 就是跟这里一样 就是我都会找一个模范了 那越不可能 尤其在这个 现在大家最不相信爱情的时候 当一些好的事情发现 你会觉得特别的好 你会让他持续 我完全同意你说 可是那个你说 看明星 看成一个希望 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 比方说 我不是黑星 我蛮高兴 他们假如真的离婚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在香港出生成长 他的父母亲 在爱情路上的风风雨雨 我们几十年来看 蛮富有戏剧性的 然后我觉得像谢贤 跟他他有前妻离婚 是一个完美的示范 不为什么 小孩长大了 这是各自的路不一样 我还有下来 二三十年的路 快乐要去找寻 然后示范了一个 很好的离婚 对不对 我们都看到了 离婚之后两夫妻 还带着新的老公 什么女朋友 一起伺候玩乐 我觉得这样才好 所以第二代来了 假如就像你所说的 真的是那么完美 俊男美女 大明星 大哥星 什么一起生两个小孩 我觉得那种所谓完美 觉得真的是跟人生的 现实距离太远了 反而我 他们能够离婚之后 能够像他们的上一代爸妈 这样保持这样好的关系 大的方方 对我觉得才是好 也是一种 你像你说这个迪布拉 就是现在这个香港 这个记者 我就发现 其实我看他们采访 我就看着我根根的 这个乐 你知道吗 哎呀 现在两夫妻啊 打架呢 然后这个迪布拉呢 就把两个孙子带过来 就照顾孩子 然后我们就给这个迪布拉 打电话 当然电话是打不通了 但是我们发现呢 他的情绪有变化 因为一打电话 转留言信箱嘛 上午打电话 这个迪布拉 这个婆婆吧算是 上午打电话 她留言 还是那个 轻松愉快 哇哇哇这样的声音 你是谁啊 请打电话 什么我不在 她说但是到了傍晚 我们再打电话 发现留言信箱的声音呢 就变得沉重低沉 感觉这个迪布拉 一天根据自己的心情 还要换这个留言信箱 要我乱换 要我若一天被50通电话 记者电话打 我下午的留言 当然也很难听了 就别再打了 别再问我们家 就是你看看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说 这种所有的这种八卦 其实呢 它真正的 我觉得下三烂的地方 就包括我也下三烂 我们都有下三烂的一面啊 但是我们的这种下三烂的一面 实际就是让一个 赌别重堆的社会啊 更加赌别化 聊的都是那个小市民的 你看看哪聊的是他们 聊的都是 他弄了他多少钱 没有他把他房子 炸干了老公啊 老公已经